哈喽大家好,我是表哥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 像我们这种农家火腿的零售商 货源是怎么来的 虽然说之前也出过几期那种 下村收腿的视频 但那只不过是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我们农家火腿在农户家 是怎么样保存出来的 如果我们每天都像那样去收腿的话 有点不太现实 第一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第二就是农家火腿比较分散 有时候你去走个十村八寨 不一定能收到火腿 而在我们宣威 基本上每一个乡镇都有那种 每天赚村的火腿贩子 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哪家杀几头猪 哪家腌制了几条火腿 哪家的火腿卖 哪家的火腿不卖 他们都是一清二楚 然后收到一定数量的火腿 我们就过来集中把它拉走 进行售卖 但是农家火腿并不是每一条都是好的 所以把控品质是我们的重中之中 好了 到了就是这儿 哎哟 你家樱桃好得很好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樱桃 在农村乡下就有这点好 不管吃蔬菜还是水果 特别方便 自己家就有 很甜 这几个是咋的 这就是一些的这么脱眉 这是脱眉 没有走着吗 没有 这几个火腿们看到的还是可以 嗯 收的几十火腿还挺多的 有半车 我们老板开车 半车 这只是哪个卖呢 我可以的卖呢 我妈都得卖出来 这个火腿 这个卖真吗 这个火腿给有七八斤哦 有四斤哦 看一下 像这个火腿就是修个不太好 他们去收钩的时候 会把这些火边给它打一下 刚才那几条火腿是脱眉的 但是香味特别好 所以脱眉火腿并不可怕 关键就是要品质好 最漂亮的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火腿就是这几条当中 品相最好的一条 这条猪咋说 这条猪我那会拍个四瓶 我那会拍个四瓶娃娃娃 我从整天到过去没见过小女火腿 你们给见过的吗 我没见过的 没见过 这里是一个都没见过的 那个小女火腿啊 就是十斤左右 三分之一都没得 讲什么三分之一啊 对于这个火腿那个金钱的 懂的 QUAC 我那个排个四瓶娃娃娃娃娃 7 及 30 排这个 suggested 你们の心腿 ci 做你的手机这支了 干嘛的还是干操干这个火腿 五花肉也干 底下全部顶着是一 不能再过十多天就可以买这个五花肉 五花肉们都是好 看一下这些新腿 他们去收购的时候其实是不敢验证的 一般就是看一下腿型 看一下这个火腿的肉质怎么样 然后再敲一下 不捧不抛他们就会收购过来 其实像这样收购的话风险也是特别大 看一下这个农家的五花肉 这个油软看起来就是非常好的那种 很漂亮 像这些新腿的话 我们至少要端午节以后才敢进货 因为现在的话确实风险太大 到时候端午节之后的话 你验证问题也就不会太大 好我们就走 火腿能收尽量收 收好的 像这个大哥 之前我们在夏村收腿的视频里边 大家应该见过很多次 其实他就是我的一个长期合作伙伴 像这样长期合作的话 我需要什么样的品质的火腿 其实他非常了解 所以每次他给我收的腿都 没有让我失望过 特别好 而接下来我们再去另一家看一下 他们家做的生意会稍微大一点点 因为他们家的客户会比较多 所以收的火腿也会比较杂 我们今天去带大家看一下 什么样品类的火腿都有 到了就这 看一下这个就是火腿的海洋 咱们家就是什么火腿都会收 但像这些火腿的话 我们是看不上眼 看一下这些火腿才是 大哥留给我的 因为他也是经常跟我合作 所以我需要什么样品质的火腿 他也非常清楚 像这些火腿的话就是品项品质都不错 好提出来下 像这些火腿现在就是不能有一点点的杂味 如果有杂味有异味的火腿 你打开以后多多少少都是有瑕疵 看一下这条就是用那些花椒面呀 辣椒面之类的放在一起研制了 像这条火腿的话品质是确实比较好 但就是稍微肥了一点点 因为品质太好 还是不舍得把它拿走 这条火腿比较有特点 大家看一下 它的外表全部是这种粗糠 应该是放在那个粗糠里边保存出来 不过火腿的话品项特别好 闻一下 很香 不错 这个就是一条三连腿 看着品项特别不错 现在三连腿特别少 偶尔碰到 有时候还拿得不太软 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像我们试验里边 给大家介绍的那样 像这个就是 实在是太肥了 要不然的话像这条火腿 正宗农家熟食喂养的土猪火腿 这条腿先放一边吧 因为我感觉我的客户好 好像很多都不喜欢太肥的火腿 这条跟刚才那一条是 好像是一对 也是在那个 看一下粗糠里边保存出来的 像这个氧化层上面全部是这种粗糠 看一下 嗯很香 看一下这一条就 这种肥肉的油润 其实这个不属于那种油润好 这个属于那个为油水的猪 腌制出来的火腿就是像这个样子 所以这条我们也放旁边不要了 这条我们也就不腌了 看一下它这个霉色是这种菌绿色 主要是看一下这个肉太硬 像这样的火腿就有盐味要重一点点 像这一条也是肉质特别硬 特别是像它这个火腿的每一次 像上成这个样子 肉质有特别硬的火腿 它不但咸 而且打开以后肉质也会要柴一点 所以这条也不要了 看一下满满的一车火腿 我们今天碰到的三连老腿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 六条 这六条品相都很不错 然后今天这些火腿筛选出来的就是这几条 其实这些火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主要一个就是肥 因为很多粉丝朋友都不太喜欢这种太肥的火腿 唯一一个就是这一条味道不太酸 因为闻了几张像血精这个地方 包括三叉骨 问题都不是很大 闻不出那种酸酱臭的味道 但是洗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我在验针的时候 差不多戳个两三条火腿 就会向这个肥肉上戳一下 其实就洗针 把之前的味道洗掉 然后洗掉之后 我在上边又闻了一下 有很浓的那个火腿的护味 也就是像这条火腿切开以后 大概率是会有那种斑点 黑斑点 然后他这些火腿就是品质稍微要差一点 大家看一下农家火腿是牵腿前面 并不是每一条火腿都是好的 当然这些火腿就不太适合我这种客户类型 还有这边还有很多 像这些火腿就是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走针的火腿 走针的火腿就是针插下去有那种异味的火腿 然后如果不太严重的话 他们就会把有异味的地方给它切掉 然后看一下就成这些剩一半 就是皇冠金钱以上 一般皇冠和金钱是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其次的这些就是验针下去 味道不太纯真的火腿 其实像我们这种火腿零售商是非常需要这种忠实的合作伙伴 记得我刚开始做火腿生意的时候 也是从这些火腿贩子里边拿火腿过去收买 吃了不少亏上了不少当 因为像这样的火腿贩子很多都是那种很油很油的那种 就是会把一些走针的火腿 也就是他们低价收购来的火腿 正价卖给你 然后你玩火腿的时候又会存在一种什么样的问题 火腿玩多了 有些走位的火腿你根本就辨认不出来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期视频给大家开的那一条 像那一条火腿的话就是不仔细辨认 如果忙着的话 火腿太多的话 你根本就辨认不出来它是那种走针的火腿 有的朋友会问像那样的火腿不可以退货吗 怎么可能退货 那是你自己亲自验证确定它是好的火腿 然后自己带回来的你怎么退货 退不了 所以一个忠实的合作伙伴 至少让你的事业成功一半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回家